完蛋了,完蛋了,唐三叫我去接小梧桐和小武林放学,我竟然睡过头了,老师,小梧桐和小武林在哪里,我来接他们放学 蓝色妖姬,你十分钟之前已经把小梧桐和小武林接走了呀,你怎么又来接他们放学呀 老师,你记错了吧,我刚刚睡醒就来学校了 蓝色妖姬,我不会记错的 不好,应该有人冒充我,真是可恶,我还是给小五打个电话吧 蓝色妖姬,有什么事情吗 小五,有人冒充我接走了小梧桐和小武林 蓝色妖姬,你没有开玩笑吧 小五,我没有开玩笑,我说的是真的 蓝色妖姬,那我们分头去找好 到底是谁干的,如果让我抓到了,我一定要好好惩罚他 樱花小镇这么大,我要去哪里找呢 系统快出来定位小巫桐和小武林的位置 由于红色巧克力不足,开启定位功能失败 系统,那我收集一下 红色巧克力已慢 小梧桐和小武林在缝约小镇,他们被警觉女王抓住了 系统,赶快把我传送过去 警觉女王,你好大的胆子,既然敢做坏事,今天我蓝色妖姬就要惩罚你 不好,战神蓝色妖姬怎么知道是我干的,现在要打得过他,还是赶紧跑吧,不然的话我就要八笔黑了 蓝色妖姬叔叔,谢谢你救了我们 小巫桐,小武林,你们不用客气,现在我们回樱花小镇